大家好,我是小帅 现在正是素材成熟的季节 黄瓜、瘸子、豆角、辣椒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小炒黄瓜的家常做法 黄瓜这样做出来口感清脆入味 开胃又下饭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 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根现摘的黄瓜 看上去特别的新鲜 做出来也特别的好吃 将黄瓜清洗干净后去掉头尾 黄瓜不需要去皮 带皮的黄瓜口感特别的脆爽 然后对半切开 再将黄瓜切成四份 切好后将黄瓜摆好 用刀把里面的瓜郎去掉不要 瓜郎在煸炒的时候容易出水 并且容易烂掉影响美观 去掉瓜郎之后将黄瓜放个面 这样在切的时候可以增加它的稳定性 再将黄瓜切成厚一点的片 黄瓜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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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用 准备一块五发肉 将五发肉切成薄片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五个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四粒大蒜 将大蒜拍碎 拍碎后再改刀切成蒜末 切好后跟小米辣放一起 准备四根小葱 取葱白部分切成葱花 切好后跟小米辣放一起 将锅烧热放入食用油 油漏后倒入切好的五发肉 开小火把五发肉里面的油汁炒出来 将五发肉炒出它的香味 将五发肉炒至微微焦黄的时候就可以了 切记不要将五发肉炒成油渣 大家看一下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将五发肉炒香后倒入姜蒜小米辣 继续开小火煸炒几下 将配料炒香 然后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再加入少许的蚝油 再快速的翻炒炒出它的酱香味 这样五发肉吃起来更香 也更加的好吃 炒香后倒入黄瓜 再快速的翻炒 开锅火将黄瓜炒至六成熟 现在我们来调个味 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少许白糖提鲜 快速的翻炒几下 将锅热的调料发开 炒至入味 将黄瓜炒至断生 将黄瓜炒成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小炒黄瓜就这样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黄瓜清脆入味 开胃又下饭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也越来越没有胃口 桌上一道这样的小炒黄瓜 真的是棒极了 特别的开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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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